历代治下第一章 大魏的儿子所罗门巩固了他对以色列的统治 耶和华他的神也和他同在 使他十分尊大 所罗门召唤全体以色列人 千夫长、百夫长、审判官 以色列的各领袖和众家族的首领 所罗门和全体会众一同到积变的高地区 因为那里有神的会幕 就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在旷野所做的 至于神的约会 大魏已经从基列野林 抬到他预备好的地方 因为他曾在耶路撒冷 为约会盖搭了一个帐幕 护尔的孙子、乌立的儿子比萨列 所做的同祭坛也在那里 在耶和华的会幕前面 所罗门和会众同去求问耶和华 所罗门上到耶和华会幕前面的同祭坛旁边 在坛上献上了一千支凡祭生 那一夜 神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你无论求什么 我必赐给你 所罗门对神说 你曾经向我的父亲大魏大师慈爱 使我接续他作王 耶和华神啊 现在 求你实现你向我的父亲大魏应许的话 因为 你立了我作王 统治这好像地上的尘土 那么多的人民 现在 求你赐我智慧和知识 使我可以领导这人民 否则 谁能治理这众多的人民呢 神对所罗门说 你既然有这个心意 不求富足 财产 尊荣 也不求你敌人的性命 又不求长寿 只为自己求智慧和知识 好治理我的子民 就是我立你做王统治的人民 因此 智慧和知识 必赐给你 我也把富足 财产和尊荣赐给你 在你以前的猎王 从没有这样 在你以后的 也必没有这样 于是 索罗门从积变高地的会墓 回到耶路撒冷 统治以色列 索罗门召集了战车和马兵 他有战车一千四百辆 马兵一万二千名 他把这些车马 安置在囤车城 或在耶路撒冷 和王在一起 王在耶路撒冷 积存的金银 好像石头那么多 积存的香薄木 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多 索罗门拥有的马 都是从埃及和古厄运来的 是王的商人 从古厄照价买来的 他们从埃及运上来的车 每辆驾银六千八百四十克 马每匹一千七百一十克 赫人众王和亚兰众王的车马 也都是这样经这些商人的手买来的 历代至下第二章 索罗门决议要为耶和华的名建造殿宇 又为自己建造王宫 于是索罗门选派了七万人做挑夫 八万人在山上凿石 三千六万人做都宫 索罗门派人去见推罗王西兰说 你怎样带我的父亲大卫 给他运来香薄木 为他建造宫殿居住 请你也这样带我 现在我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 分别为圣献给他 在他面前焚烧芬芳的香 经常摆上陈设柄 每日早晚安息日初一 以及耶和华我们的神所定的节日 都献上凡计 这是以色列人永远的定例 我要建造的殿宇必须宏伟 因为我们的神伟大 超过众神之上 但谁能为他建造殿宇呢 天和天上的天也容不下他 我是谁 怎能为他建造殿宇 我不过在他面前烧香罢了 现在 请你派一个巧匠到我这里来 他要精于使用金、银、铜、铁 和紫色、珠红色、蓝色线工作 并且懂得雕刻 好与我的父亲大卫 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预备的巧匠一同工作 又请你从黎巴嫩运送香薄木 松木和檀香木到我这里来 因为我知道你的臣仆 善于砍伐篱笆嫩的树木 我的臣仆可以和你的臣仆一同工作 给我预备大量的木材 因为我要建造的那殿宇将会十分宏伟 至于你的仆人就是砍伐树木的人 我必给他们食物 就是小麦二万公顿 大麦二万公顿 酒四十万公升 油四十万公升 推罗王西兰回信给所罗门说 耶和华因为爱自己的子民 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 西兰又说 创造天地的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赐给大卫王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有聪明 有见识 可以为耶和华建造殿宇 为自己建造王宫 现在我派一个技艺精巧 蛮有聪明的人来 他是我父亲西兰的匠人 他是蛋支派一个妇人的儿子 他的父亲是推罗人 他经于使用金、银、铜、铁、石、木 以及紫色、蓝色、珠红色线 和细麻做工 也能做各样雕刻的工作 又能设计各样交托他们的巧工 这人可以和你的巧匠 以及我主你父亲大卫的巧匠 一同工作 我主所说的小麦、大麦、酒和油 请派人运来给众仆人 我们必照着你所需要的 从黎巴嫩砍下树木 扎成木筏 从海上运到约帕 你可以从那里 把他们运上耶路撒冷 索罗门按照他父亲 大卫数点的树木 又数点了 住在以色列地 所有的外族人 他们共有十五万三千六百人 他选派七万人做挑夫 八万人在山上凿石头 三千六百人做监工 督促人民工作 历代至下第三章 索罗门在耶路撒冷 在耶和华向他父亲大卫 显现过的摩利亚山上 就是在耶布斯人 阿尔南的河场上 大卫预备的地方 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 索罗门执政后第四年 二月初二开始建造 索罗门建造神殿宇的根基 是这样 按古时的尺寸 长27公尺 宽9公尺 殿前走廊 长9公尺 与殿的宽度相等 高9公尺 里面贴上纯金 大殿的墙都盖上松木 又贴上金金 又在上面刻上棕树和链子 又用宝石装饰殿墙 十分华美 金子都是八瓦音的金子 正殿和殿的栋梁 门槛 墙壁和门扇都贴上金子 墙上刻上纪录帛 它又建造了至上所 长9公尺 和殿的宽度相等 宽度也是9公尺 里面都贴上金金 共用了二十公顿金子 钉子共重五百七十克金子 阁楼也贴上金子 在制圣所里 雕刻了两个记录帛 都包上金子 两个记录帛的翅膀 共长9公尺 一个记录帛 和前一个记录帛的翅膀相接 这两个记录帛的翅膀都张开 共长9公尺 这两个记录帛 都面向殿内站立 索罗门又用蓝色紫色 珠红色线和细麻做帛子 上面绣上记录帛 在殿的前面 又做了两根柱子 高15公尺半 每根柱上面的柱顶 高2公尺 2公寸 又做了像项链的链子 安放在柱头上 又做了石榴100个 安放在链子上 他把这两根柱子 立在垫前 一根在左面 一根在右面 右面的叫雅金 左面的叫波阿斯 历代志夏第四章 他又做了一座铜坛 长9公尺 宽9公尺 高4公尺半 又铸造了一个铜海 直径有4公尺半 是圆形的 高2公尺2公寸 圆周有13公尺2公寸 铜海底下四周 有形状像牛的装饰物 每45公分10个 共分两行 是和铜海一体筑成的 有12头铜牛 拖着铜海 三头向北 三头向西 三头向南 三头向东 铜海在牛背上面 牛尾部向内 铜海厚7公分半 边缘像背边的做法 形状400核花 容量有6万公升 他又做了10个洗灼盆 5个放在铜海的右边 5个放在左边 用来清洗东西 献凡济所用的东西 要在盆内清洗 但铜海是给祭司洗浊的 又照着规定的样式 做了10个金灯台 放在店内 5个在右边 5个在左边 又做了10张桌子 安放在店内 5张在右边 5张在左边 又做了100个金碗 又建造祭司院 大院和大院的门 门都包上铜 又把铜海放在店的右边 就是东南方 护兰又做了锅 铲和碗 这样护兰为所罗门王 完成了神殿的工程 就是两根柱子 和在柱子上面 两个碗形柱顶 以及两个网子 遮盖柱子上面 两个碗形的柱顶 又有400个石流 安放在两个网子上 每个网子 有两行石流 遮盖柱子上头 两个碗形的柱顶 又做了10个盆座 和盆座上的10个洗镯盆 还有一个铜海 和铜海底下的12头铜牛 锅 铲 肉叉 和一切相关的器皿 都是护兰用魔光的铜 给所罗门王 为耶和华的店所做的 是王在约旦平原 在书戈和撒利旦之间 用焦尼膜筑成的 所罗门所做的这一切器皿 数量很多 铜的重量无法估计 所罗门又做了神殿里的一切器具 就是金坛和放陈设柄的桌子 用纯金做的灯台和灯盏 按定力在内店门前燃点 还有灯花 灯盏和竹简 都是金金做的 又有剪刀 盘子 条羹和火顶 都是用金金做的 店门 就是进入至圣所里面的门 和正殿的门 都是金的 历代至下 第五章 所罗门为耶和华的店 所做的一切工程 完成了以后 就把他父亲大位 分别为圣的东西 金银和一切器皿 都带来存放在神殿的库房里 那时 所罗门把以色列的长老 各支派的首领 和以色列人各家族的首领 都召集到耶路撒冷 要把耶和华的约柜 从大卫城 就是西安运上来 于是 以色列众人 在七月的节起来到时 都聚集到王那里 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到了 立位人就抬起约柜 他们把约柜 会墓和会墓里的一切神圣器皿 都抬上来 是祭司和立位人 把他们抬上来的 索罗门王和那些聚集到他那里的 以色列全体会众 都在约柜前献上牛羊为祭 数量无法计算 不能数点 众祭司把耶和华的约柜 抬进放约柜的地方 就是内殿 制圣所里面 放在两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 基路伯在约柜上面张开翅膀 遮盖着约柜和抬约柜的杠 那两根杠很长 在内殿前可以看见约柜那里的杠头 在殿外却看不见 直到今日 那两根杠还在那里 约柜里只有两块石板 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耶和华和他们立约的时候 摩西在和列山放进去的 众祭司从圣所里出来的时候 因为所有在场的祭司 不分班次的全都自杰 全体负责歌唱的立位仁和雅萨 西曼 耶杜顿 以及他们的儿子和亲族 都穿着细麻布的衣服 站在祭坛的东边 敲拔 鼓塞 弹琴 和他们在一起的 还有一百二十个祭司吹号 吹号的和歌唱的 都一致同声地赞美称谢耶和华 他们吹号 敲拔 用各种乐器高声赞美耶和华 说 耶和华是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那时 云彩充满了那殿 就是耶和华的殿 由于那云彩的缘故 祭司都不能势力供职 因为神的殿 充满了耶和华的荣光 历代至下 第六章 那时 所罗门说 耶和华曾说 他要住在幽暗之中 我已经为你建造了 维俄的殿宇 做你永远居住的地方 然后 王转过来 给以色列全体会众祝福 以色列全体会众都站着 所罗门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是应当称颂的 他亲口对我的父亲大魏应许的 以亲手做成了 他说 自从我领我的子民 从埃及地出来的那天 我没有在以色列众支派中 拣选一座城建造殿宇 使我的名留在那里 我也没有拣选一个人做领袖 统治我的子民以色列 我却拣选了耶路撒冷 使我的名留在那里 也拣选了大魏 统治我的子民以色列 我的父亲大魏 有心要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殿宇 耶和华却对我的父亲大魏说 你心想要为我的名建造殿宇 你心意很好 不过 不是由你建造殿宇 而是你的儿子 你亲生的儿子 他必为我的名建殿 现在 耶和华实现了他的应许 我已经起来 接续我的父亲大魏 坐上了以色列的王位 就像耶和华所说的 我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名建造了这殿 我也把约柜安放在殿里 约柜中有耶和华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 所罗门在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 站在耶和华的祭坛前张开双手 原来所罗门做了一座铜台 长两公尺两公寸 宽两公尺两公寸 高一公尺三公寸 安放在外院中 那时他站在铜台上 在以色列全体会众面前 屈膝下跪 向天张开双手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天上地下 没有神可以和你相比的 你像那些一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 尝试守约诗慈爱的 你对你的仆人 我父亲大魏所应许的 你都遵守了 你亲口应许 也亲手成全 就像今日一样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应许你的仆人 我父亲大魏说 只要你的子孙 谨守他们的行为 遵守我的律法 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 你就不会断人 在我面前 坐上以色列的王位 现在 求你应验这话吧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现在求你实现 你向你的仆人 大魏应许的话吧 神真的要和人住在地上吗 看啊 天和天上的天 也容不下你 何况我建造的这殿呢 耶和华我的神啊 求你垂住 你仆人的祷告和祈求 聆听你仆人 在你面前所发的呼喊和祷告 求你张开眼睛 昼夜看顾这殿 就是看顾你所说 要立你名的地方 求你垂听你仆人 向着这地方所发的祷告 求你垂听你的仆人 和你的子民 以色列的祈求 就是他们向着这地方所发的祷告 求你从天上 从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和赦免 人若是得罪了灵舍 有人要他启示 他就来到这殿 在你的祭坛前启示 求你从天上垂听 施行你的作为 审判你的仆人 照着恶人所行的 报应在他头上 宣告一人无罪 照着他的义行赏赐他 如果你的子民 以色列得罪了你 以致在仇敌面前被击败 后来回心转意 承认你的名 在这殿里 向你祷告祈求 求你从天上垂听 赦免你子民以色列的罪 令他们归回你 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的土地 你的子民因得罪了你 你惩罚他们 使天闭塞不下雨 如果他们向着这地方祷告 承认你的名 离开他们的罪 求你在天上垂听 赦免你的仆人 和你的子民以色列的罪 把他们当行的正道 指教他们 降雨在你的地上 就是你赐给你的子民 做产业的地上 国中若是有饥荒 瘟疫 汗风 梅烂 蝗虫 马炸 或是有仇敌围困城镇 或是有什么灾祸 什么疾病 你的子民 以色列 无论是个别或是全体 自知自己的灾祸和痛苦 向着这殿张开双手 祷告或祈求 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和赦免他们 你是知道人心的 你必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 因为只有你知道是人的心 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的地上 一生一世敬畏你 遵行你的道路 至于在你的子民以色列以外的外族人 他们为了你的大名 你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壁 从远方而来 他们来向着这殿祷告的时候 求你从天上 从你的居所垂听他们 照着外族人向你呼求的一切而行 使地上万民都认识你的名 敬畏你 像你的子民以色列一样 又使他们知道 我建造的这殿是奉为你名的所在 如果你的子民 在你派他们出去的路上和仇敌作战 他们向着你拣选的这城 和向着我为你的名建造的这殿 向你祷告 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使他们得胜 如果你的子民得罪了你 因为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 你向他们发怒 把他们交在仇敌面前 以致仇敌把他们掳到外地或远或近 如果他们在被掳去的地方回心转意 在被掳去的地方祈求你说 我们犯了罪了 我们犯了罪了 我们做了孽了 我们行了饿了 如果他们在被掳去的地方 一心一意归向你 又向着他们自己的地 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 和向着你拣选的这城 以及向着我为你的名建造的这殿祷告 求你从天上从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 为他们伸冤赦免得罪了你的那些子民 我的神啊 现在求你张开眼睛 求你的耳朵垂听在这地方线上的祷告 现在 耶和华神啊 求你起来 愿你和你的大能的约会进入你安息的地方 耶和华神啊 愿你的祭司都披上救恩 愿你的圣民在福乐中欢欣 耶和华神啊 求你不要转脸不顾你所告的人 愿你纪念你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历代至下第七章 所罗门祷告完了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尽了梵祭和其他的祭品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那殿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的殿 祭司都不能进入耶和华的殿 那火降下 耶和华的荣光停在殿上的时候 以色列众人都看见 于是他们在扑石地跪下 俯伏在地 敬拜称颂耶和华说 耶和华是良善的 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王和全体人民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 所罗门王献了二万二千头牛 十二万只羊为祭 这样 王和全体人民为神的殿举行了奉献礼 祭司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立位人拿着大卫王所做的耶和华的乐器 称颂耶和华 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大卫借着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祭司在众人前面吹号 以色列众人都站着 所罗门把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的地方分别为圣 在那里献上了梵祭和平安祭的脂肪 因为所罗门所做的铜坛 容不下所有的梵祭、宿祭和脂肪 那时 所罗门和全体以色列人 就是来自哈马口 直到埃及小河的一群极大的会众 一起举行了七天的节旗 第八天举行了严肃会 又举行宪坛礼七天 举行了七天的节旗 7月23日 王遣散众民回家 他们应看见耶和华向大卫、所罗门和他的子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 心里都欢喜快乐 这样 所罗门完成了耶和华的殿宇和王宫 在耶和华的殿里或所罗门的宫中 所罗门心里要做的都顺利地做成了 夜间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 对他说 我已经听了你的祷告 也为我自己选择了这地方做献祭的殿 如果我使天闭塞不下雨 或吩咐蝗虫吞吃这地的土产 或差遣瘟疫到我的子民中间来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现在 我的眼睛必张开 我的耳朵必垂听在这地所发的祷告 现在 我拣选了这殿 把它分别为圣 使我的名永远在这殿中 我的眼和我的心也常常留在那里 至于你 你若是在我面前行事为人 像你的父亲大位所行的那样 遵行我吩咐你的一切话 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 我就必巩固你的国位 好像我和你父亲大位所立的约说 你的子孙 必不会断然做君王统治以色列 可是 如果你转离我 丢弃我在你们面前颁布的律例和诫命 去侍奉和敬拜别的神 我就必把以色列人 从我赐给他们的土地上拔出来 并且 我为自己的名分别为圣的这殿 我也必从我面前舍弃 使这殿在万民中成为笑谈和讥笑的对象 这殿虽然高大 但将来经过的人都必惊讶说 耶和华为什么这样对待这地和这殿呢? 仁比回答说 是因为这地的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就是领他们从埃及地出来的神 去亲近别的神 敬拜和侍奉他们 所以 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 历代至下 第八章 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和自己的王宫 用了二十年才完成 所罗门 所罗门又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市 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 所罗门到哈马索巴去 占领了那地方 所罗门又修筑了在旷野的达漠 和他在哈马建造的一切储藏货物的城市 他又建造上渤河轮和下渤河轮 成了有墙、有门和有栓的设防城 又建造巴拉和所罗门拥有的一切储藏货物的城市 以及一切囤放战车的城市 马兵驻扎的城市 和所罗门在耶路撒冷、黎巴嫩 以及他统治的全境内喜爱建造的一切 至于以色列人以外的赫人 亚摩利人、比利喜人 西魏人和耶布斯人剩下来的人民 他们的子孙仍然留在那地 以色列人没有消灭他们 于是所罗门征召他们做苦工直到今日 唯独以色列人 所罗门没有驱使他们为他的工程做奴隶 他们做了他的战士、军长、车兵长和马兵长 所罗门王有二百五十名监工、监督工人 所罗门把法老的女儿 从大卫城带到他为他建造的宫里去 因为他说 我的妻子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 因为耶和华的约柜所到的地方都是神圣的 那时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 就是在走廊前面他建筑的坛上 向耶和华献上帆祭 又照着摩西的吩咐 在安息日、初一和一年三次特定的节期 就是除孝节、七七节、祝鹏节 献上每日当献的 所罗门又照着他父亲大卫所定的 设立了祭司的班次 执行他们的侍奉 又派遣立位人各守本职 赞美耶和华 在祭司面前照着每日的本分侍奉 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 因为这是神人大卫的吩咐 王对祭司和立位人所吩咐的 无论是什么事物或是有关库房的事 他们都没有违抗 从耶和华的殿、殿基的日子起 直到建成 所罗门的一切工程都进行顺利 这样耶和华的殿就完成了 那时 所罗门往以东地 到靠近海边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了 西兰派他的臣仆 把船只和熟悉航海的仆人 送到所罗门那里 他们和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去俄斐 从那里得了一万五千公斤金子 运到所罗门王那里 历代至下第九章 世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 就来到耶路撒冷 要用难题试试所罗门 跟随他的人很多 又有骆驼驮着香料 大批黄金和宝石 他来到所罗门那里 就把他心里所有的难题 都对所罗门说出来 所罗门把他的一切难题 都给他解答了 没有一样难倒所罗门 不能给他解答的 世巴女王看见所罗门的智慧 和他建造的宫殿 他席上的食物 群臣的座位 仆人的侍候和他们的服饰 酒证和酒证的服饰 以及所罗门在耶和华殿里 所献的梵祭 就十分惊讶 于是他对王说 我在本国听见关于你的事 和你的智慧 实在是真的 我先前不信那些话 等到我来了 亲眼看见了 才知道 你智慧的伟大 人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 你实在是见面圣似闻明 属你的人是有福的 你的臣仆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可以常常示力在你面前 聆听你的智慧 聆听你的智慧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因他喜悦你 使你坐在他的王位上 为耶和华你的神做王 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 要永远建立他们 所以 立你做他们的王 好秉公行义 于是 世巴女王把约四千公斤金子 大批香料和宝石送给所罗门王 世巴女王送给所罗门王的香料 是犹大帝从来没有过的 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 从俄斐把黄金运来 也把檀香木和宝石运了来 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做了台阶 又为唱歌的人做了琴瑟 像这样的东西 是在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的 所罗门王按着世巴女王 带来给他的回送他礼物 此外 还把女王所运所求的都送给他 于是 女王和他的臣仆都返回本国去了 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 共重两万三千公斤 另外 还有从商人和行商运来的 阿拉伯诸王和本国的各总督 都把金银运来给所罗门 所罗门 所罗门王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二百面大盾牌 每一面大盾牌用锤炼好的金子七公斤 又用锤炼好的金子做了三百面小盾牌 每一面小盾牌用锤炼好的金子约三公斤 王把这些盾牌都放在篱包嫩铃宫 王用象牙做了一个大宝座 包上纯金 宝座有六级台阶 又用金角凳和宝座相连 座位两边都有扶手 扶手旁边各有一只狮子站立 六级台阶上共有十二只狮子站立 每级两只 一左一右 在列国中都没有这样做的 所罗门王的一切悲绝都是金的 黎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金金做的 在所罗门的时代 银子算不得什么 因为王的船只和西兰的仆人一同到他师去 往他师的船只每三年回来一次 载着金银、象牙、猿猴和孔雀回来 所罗门王的财富和智慧胜过世上的猎王 世上的猎王都求见所罗门的面 要听神赐给他的智慧 他们个人带来的礼物有 银器、金器、衣服、兵器、香料、罗马 每年都有一定的数量 所罗门有四千马郎的车马 还有马兵一万二千 他把这些人马安置在屯车城和耶路撒冷 就是与王在一起 所罗门统治猎王 从又发拉底河到菲利士地 直到埃及的边界 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好像石头 使香伯木好像平原的桑树那么多 人们从埃及和各地把马匹运到所罗门那里 所罗门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不是都记在拿丹先知的记录上 是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上 以及先见亦多论到尼巴的儿子 耶罗波安的启示路上吗 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王统治全以色列 共四十年 所罗门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他父亲大卫的城里 他的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第十章 罗波安到世间去 因为全体以色列人都去了世间 要立他做王 那时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因为逃避所罗门王住在埃及 他一听见这事就从埃及回来 他们派人去叫耶罗波安回来 他就和全体以色列人来见罗波安 对他说 你父亲使我们所付的恶甚重 现在求你减轻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劳役和重恶 我们就服侍你 罗波安对他们说 三天以后你们再来见我吧 众人就离去了 罗波安王和一些在他父亲所罗门在世间 在世间的劳役的时候 势力在所罗门面前的老人商议说 你们有什么提议 我好回复这班民众呢 他们对他说 如果王善待人民 使他们喜悦 对他们说好话 他们就必永远做你的仆人 王不接受这些老人的意见 却去和那些同他一起长大 势力在他面前的年轻人商议 问他们 这人民对我说 求你减轻你父亲加在我们身上的重恶吧 你们有什么提议 我好回复他们呢 那些同他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对他说 这人民对王说 你父亲使我们所付的恶甚重 现在求你减轻些吧 王要这样对他们说 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呢 我父亲把恶加在你们身上 我必使你们付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打你们 我却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耶罗伯安和全体人民 都遵照罗伯安王所说 你们第三天再来见我的话 第三天来见罗伯安 罗伯安王很严厉地回答他们 罗伯安王不接受老人的意见 却照着年轻人的主意对他们说 我父亲使你们付重恶 我必使你们付更重的恶 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 我却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 王不听从人民的要求 这事原是出于神 为要实现耶和华 他借着士罗人亚西亚 对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说的话 以色列人见王不听他们的要求 就对王说 我们和大卫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和耶稀的儿子并不相干 以色列人啊 各回各家去吧 大卫啊 现在只顾你自己的家吧 于是全体以色列人都回自己的家去了 只有那些住在犹大重城镇的以色列人 罗伯安仍然做他们的王 罗伯安王拆派了监管苦工的哈多兰到以色列人那里去 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罗伯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样 以色列人背叛了大卫家直到今日 历代治下第十一章 罗伯安回到耶路撒冷 就召集犹大家和汴亚敏家 共十八万人都是精兵 要和以色列人交战 好把王国夺回再归自己 但耶和华的话临到神人士玛雅说 你要告诉所罗门的儿子 犹大王罗伯安 以及所有住在犹大和汴亚敏的以色列人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不可上去 也不可和你们的兄弟交战 你们各自回家去吧 因为这事是出于我 于是他们听从耶和华的话都回家 不去攻打耶罗伯安 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 他在犹大建造了多座设防城 他修筑了伯利恒 以坦 提戈亚 伯素 缩戈 亚杜兰 加特 玛丽莎 西福 亚多莱因 拉吉 亚西加 索拉 亚亚伦 西伯伦 这些都是犹大和汴亚敏境内的设防城 他又巩固这些设防城 在城里设军长 储备粮食 油 和酒 又在各城装备了大盾牌和毛枪 使这些城市十分坚固 这样 犹大和汴亚敏都在他统治之下 全以色列的祭司和立位人都从各地来归向罗伯安 立位人放弃了他们的草场和产业来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是因为耶路波安和他的儿子排斥他们 不准他们做祭司侍奉耶和华 耶路波安为秋坛 攻山羊神 以及他铸造的牛犊 自己设立了祭司 以色列众之派中所有定义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 都随着立位人来到耶路撒冷 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献祭 这样他们就加强了犹大国的势力 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了三年 因为他们在这三年跟随了大卫和所罗门的道路 罗伯安娶了大卫的儿子耶利摩的女儿马哈拉做妻子 他也就是耶稀的儿子以利亚的女儿雅比孩的女儿 他给罗伯安生了几个儿子 就是耶乌施、士玛利亚和萨罕 后来罗伯安又娶了鸭沙龙的外孙女马加 马加给他生了雅比亚、亚太、西萨和士罗密 罗伯安共娶了十八个妻子和六十个妾 共生了二十八个儿子、六十个女儿 他却爱鸭沙龙的外孙女马加胜过其他的妻妾 于是罗伯安立了马加的儿子雅比亚做太子 在他的兄弟中为首 因为罗伯安想立他继承王位 罗伯安很有智慧地把自己的儿子 分散在犹大和碧亚敏各地的社房城中 供给他们大批粮食 又为他们娶了多位妻子 历代治下第十二章 罗伯安的王位稳定 他也强盛起来 就离弃了耶和华的律法 全体以色列人也都跟随他 罗伯安王第五年 埃及王士萨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 士萨率领战车一千二百辆 马兵六万 和他一同从埃及出来的路比人 苏基人和古石人多得无法数算 他攻取了犹大境内的社房城 然后来到耶路撒冷 那时犹大的众领袖 因为世萨的缘故 就聚集在耶路撒冷 士玛雅先知就来见罗伯安和众领袖 对他们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们既然离弃了我 所以我也离弃你们 把你们交在士萨的手里 于是以色列的众领袖和君王 都谦卑下来说 耶和华是公义的 耶和华看见他们谦卑下来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士玛雅说 他们既然谦卑下来 我就不灭绝他们 我必使他们暂时得救 我必不借着士萨 把我的列怒倾倒在耶路撒冷 虽然这样 他们仍必做士萨的仆人 好使他们知道 服侍我和服侍世上的列国有什么分别 于是埃及王士萨上来攻打耶路撒冷 夺取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 把他们全部带走 又夺去了所罗门所做的金盾牌 罗伯安王做了一些铜盾牌 代替那些金盾牌 交给那些看守宫门的守卫长看管 每逢王进耶和华殿的时候 守卫就来拿这些盾牌 事后又把盾牌送回守卫房那里 王既然谦卑下来 耶和华的列怒就止息 没有把他完全消灭 何况在犹大中还有善事 罗伯安王在耶路撒冷渐渐强盛 继续做王 罗伯安登基的时候是41岁 他在耶和华从以色列种植派中选出来 立下他名的耶路撒冷城中 做王17年 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马 是雅门人 罗伯安行恶 因为他没有定义寻求耶和华 罗伯安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不是都记在士玛雅先知和仙剑亦多的记录上吗 罗伯安和耶路撒二人常有征战 罗伯安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雅比亚接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第十三章 耶路撒安王第十八年 雅比亚登基做犹大王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米该亚 是基比亚人乌猎的女儿 雅比亚和耶罗伯安常有征战 有一次 雅比亚带着精兵四十万 都是英勇的战士 准备开战 耶路撒安也带着八十万精兵 都是英勇的战士 列阵对抗雅比亚 雅比亚起来 站在以法连山地中的喜马脸身上 说 耶路撒安和以色列众民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经立了言约 要把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魏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可是大魏的儿子所罗门的仆人 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 却起来背叛了他的主 有些无赖匪徒劫及跟从他 欺负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那时罗伯安还年幼 心理精确 所以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 你们有意要反抗大魏子孙手下的耶和华的国 你们人数众多 你们那里也有金牛毒 就是耶罗伯安为你们所做 当作神的 你们不是驱逐了耶和华的祭司 亚伦的子孙和立位人吗 你们不是向世上万民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什么人牵来一头公牛毒和七只公绵羊 把自己分别为圣 就可以做那本不是神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子孙 并且有立位人负责工作 他们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凡祭 焚烧芬芳的香 在清洁的桌子上摆上陈设饼 每天晚上燃点金灯台的灯盏 我们谨守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吩咐 你们却离弃了他 看啊 神和我们同在 率领我们 他的祭司拿着号筒向你们大声吹响 以色列人啊 你们不可和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作战 因为你们必不能得胜 耶罗伯安却派伏兵绕到犹大人的背后 这样犹大人前面有以色列人 他们背后也有伏兵 犹大人转身 看见自己前后受敌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都吹号 于是犹大人大声呐喊 犹大人大声呐喊的时候 神就在雅比亚和犹大人面前 使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大败而逃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 神把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雅比亚和他的人民大大的击杀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中倒闭的精兵共有五十万 那时以色列人被击败了 由大人获得胜利 因为他们依靠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雅比亚追赶耶罗伯安 夺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和属于伯特利的乡镇 耶沙拿和属于耶沙拿的乡镇 以法拉因和属于以法拉因的乡镇 雅比亚在世的日子 耶罗伯安不再强盛 耶和华击打他 他就死了 雅比亚却不断强盛起来 娶了十四个妻妾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雅比亚其余的事迹和他的言行 都记在一多先知的传记上 历代至下第十四章 雅比亚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雅萨接续他做王 雅萨在世的日子 国中太平了十年 雅萨行耶和华他的神 看为善为正的事 他除掉外族人的祭坛和秋坛 打断神柱 砍下雅瑟拉 吩咐犹大人寻求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 他又在犹大各城中 除掉秋坛和湘坛 那时全国在他的统治下享受太平 他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设防城 因为国中太平多年没有战争 耶和华使他享受安宁 他对犹大人说 我们要建造这些城 在四周竹墙 建造城楼 安设城门 制作门栓 这地还属于我们 是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 我们既然寻求他 他就使我们四尽平安 于是他们新宫建造 事事顺利 亚萨的军队拿大盾牌和毛枪的犹大人 共有三十万 拿小盾牌和拉宫的汴亚敏人 共有二十八万 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士 那时有古时人谢拉率领一百万军队 战车三百辆 前来攻打犹大人 他来到了玛丽莎 于是亚萨出去迎战 他们就在玛丽莎的洗法谷列阵相对 亚萨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 耶和华啊 强弱悬殊 除你以外没有别的帮助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倚靠你 奉你的名去对抗这大军 耶和华啊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让人胜过你 于是 耶和华在亚萨和游荡人面前使古时人大败 古时人就逃跑 亚萨和跟随他的人民追赶他们 直到基拉尔 古时人被杀的很多 不能恢复强盛 因为他们在耶和华和他的军队面前被击溃了 游荡人夺取了极多战利品 他们又攻击基拉尔周围的一切城市 因为各城的人都惧怕耶和华 游荡人又把各城洗掠一空 因为城中的财物甚多 他们又毁坏了牲畜的棚 牵走了很多的羊和骆驼 然后回耶路撒冷去了 历代至下第十五章 神的灵降在俄德的儿子 亚萨利亚身上 亚萨利亚就出来迎接亚萨 对他说 亚萨和犹大 毕亚敏所有的人啊 请听我说 你们跟随耶和华 耶和华就和你们同在 你们寻求他 就必给你们寻见 你们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以色列人没有真神 没有教导他们的祭司 没有律法 已经很久了 但他们在遭难的时候 回转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寻求他 他就给他们寻见 那时 出入的人都没有平安 因为各国的居民 都遭遇动乱 这国攻击那国 这城攻击那城 因为 神用各样灾难 使他们纷乱 但你们要坚强 不要胆怯 因为你们所行的 必有赏报 亚萨听了这些话 和俄德的儿子 亚萨利亚先知 所说的预言以后 就勇敢起来 在犹大 把变亚萨全地 以及以法连山地 夺取的各城 把可赠的偶像除去 又在耶和华殿的走廊前面 重新修造耶和华的祭坛 他又招聚了犹大 和变亚萨所有的人 以及在他们中间寄居的 以法连人 马拿西人 西缅人 以色列人 看见了耶和华 亚萨的神 和他同在 就有很多人投奔亚萨 亚萨在位第十五年三月 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 那一天 他们从夺回来的战利品当中 把七百头牛 七千只羊 献给耶和华为祭 他们也立约 要一心一意 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不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的 无论男女老幼 都必处死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起号角 向耶和华起誓 由大众人 都为了所起的誓快乐 因为他们一心起誓 尽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给他们寻见 并且使他们四尽安宁 亚萨王也废掉他的祖母 马加太后的位 因为他曾给亚瑟拉做了可赠的像 亚萨把他那可赠的像砍了下来 倒得粉碎 烧在吉伦西旁 只是秋坛还没有从以色列中除掉 但亚萨的心一生都完全忠于耶和华 亚萨把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和他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送进神的殿里 从那时直到亚萨在位第三十五年 都没有战争 历代至下第十六章 亚萨在位第三十六年 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打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离开或进入犹大王亚萨的国境 于是亚萨从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库房里取出金银来 送给住在大马士革的亚兰王辩哈达说 你父亲和我父亲曾经立约 你和我也要立约 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 请你去废除你和以色列王巴沙定立的约 好使他离开我而去 并哈达听从了亚萨王的话 就派遣他属下的众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城市 他们攻陷了乙云、蛋、亚伯玛因和拿弗塔利 一切主藏货物的城市 巴沙听见了 就停止修筑拉玛 把工程都停止了 于是亚萨王带领犹大众人 把巴沙修筑拉玛所用的石头和木材都搬走 用来修筑加巴和米斯巴 那时 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萨对他说 因你倚靠亚兰王 没有倚靠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 亚兰王的军队才可以脱离你的手 古时人和路比人不是有强大的军队吗? 战车和马兵不是极多吗? 只因你倚靠耶和华 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的眼目片查全地 一心归向他的 他必以大能辅助他们 你做这事太愚昧了 从今以后 你必常有战争 于是 亚萨对先见发怒 把他求在监里 同时 亚萨也压迫人民 亚萨所行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萨在位第39年 患了脚病 病情严重 可是 连他患病的时候 也没有寻求耶和华 只管寻求医生 亚萨做王 41年以后死了 和他的列祖同睡 人把他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为自己所凿的坟墓中 他们把他放在堆满按着做香的方法 调和的各样香料的床上 又为他烧了很多香料 历代至下 第十七章 亚萨的儿子 约沙法 接续他做王 约沙法 发愤图强 对抗以色列人 他把军队安置在犹大的一切设防城里 又在犹大帝 和他父亲亚萨占领的以法连各城里 铸杂防军 耶和华和约沙法同在 因为他遵行了他祖父大卫最初所行的道路 没有寻求巴黎 只寻求他父亲的神 遵行神的诫命 没有随从以色列人的行为 因此 耶和华使他统治的国稳固 犹大各地都给他进贡 所以 约沙法的财富很多 极有尊荣 他勇敢地遵行耶和华的道路 并且 从犹大帝中除掉邱潭和亚瑟拉 他做王第三年 就拆派他的大臣 辩亥伊勒 俄巴里 萨加利亚 拿坦叶 米该亚 到犹大各城去教训人 和他们同去的 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 在犹大教训人 他们走遍犹大各城 在民间教训人 犹大帝周围的列国都惧怕耶和华 不敢和约沙法交战 有些非力士人送礼和纳贡淫给约沙法 阿拉伯人也送给他公民羊七千七百只 公山羊七千七百只 约沙法逐渐变得十分强大 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堡垒和主藏货物的城市 他在犹大各城中储备了大批物资 在耶路撒冷也有不少战士 都是英勇的战士 他们的数目按着他们的家族记在下面 犹大支派的千夫长中 有亚拿军长 率领英勇的战士三十万 在亚拿底下是约哈南军长 率领二十八万人 在约哈南底下是细基利的儿子 亚马斯亚 他是个甘愿献身给耶和华的人 率领英勇的战士二十万 并亚敏之派中有英勇的战士以利亚大 率领配备弓箭和盾牌的人二十万 在以利亚大底下是约萨巴 率领长备军十八万 这些人都是服侍王的 还有王在犹大全地各设防城里安置的 没有计算在内 历代至下第十八章 约萨法的财富很多 极有尊荣 他和亚哈也结了亲 过了几年 他下到撒瓦利亚去见亚哈 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 载了很多牛羊 又怂恿他 一同上去攻打激烈的拉末 以色列王亚哈问犹大王约萨法 你愿意和我一同到激烈的拉末去吗 他回答 你我不分彼此 我的人民就是你的人民 我必和你一同作战 约萨法对以色列王说 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 于是 以色列王召集了四百位先知 问他们 我们可以到激烈的拉末去作战吗 还是不要去呢 他们回答 你可以上去 神必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约萨法问 这里 不是还有一位 耶和华的先知吗 我们也可以向他求问 以色列王回答 约萨法说 还有一个人 我们可以向他求问耶和华 只是 我不喜欢他 因为他对我说的预言 都是凶话 不是极话 这人就是 因拉的儿子 米该亚 约萨法说 王不要这样说 于是 以色列王召了一个太监来 说 快去把 因拉的儿子 米该亚召来 那时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 约萨法 各自坐在王位上 穿着巢服 坐在 撒玛利亚城门口的广场上 所有的先知 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基拿拿的儿子 西底嘉 自己做了些铁角 说 耶和华这样说 你要用这些铁角 抵触亚兰人 直到把他们完全消灭 所有的先知 也都这样预言说 你可以上激烈的拉莫去 必得胜利 因为耶和华 必把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 对米该亚说 看哪 这里的众先知 都异口同声的 对王说极话 请你与他们一样说极话 米该亚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我的神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米该亚来到王那里 王问他 米该亚啊 我们可以到激烈的拉莫作战吗 还是不要去呢 他回答 可以上去 一定得胜 他们必交在你们手里 王对他说 我要嘱咐你多少次 你才会奉耶和华的名 对我只说真话呢 米该亚说 我看见以色列人四散在山上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 耶和华说 这些人既然没有主人 是他们平平安安各自回家去吧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不是早告诉你 他对我说的预言 总没有极话 只说凶话吗 米该亚说 米该亚说 所以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 天上的万军 势力在他左右 耶和华说 谁去引诱以色列王 雅哈上去 好使他倒闭在激烈的拉末呢 有人这样说 也有人那样说 后来 有一个灵出来 站在耶和华面前说 我去引诱他 耶和华问他 你怎样引诱他呢 他回答 我要出去 在他众先知的口里 成为谎言的灵 耶和华说 你必能引诱他 并且可以成功 你去这样行吧 所以 现在耶和华把谎言的灵 放在你这些先知的口里 并且 耶和华已宣告 灾祸必灵到你 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嘉走前来 打米该亚的脸 说 耶和华的灵 是怎样离开了我 去与你说话呢 米该亚说 你进密室躲藏的那一天 就必看见了 以色列王说 把米该亚带回去 交给市长 亚门和王的儿子 约阿施 说 王这样吩咐 把这人求在尖里 少给他食物和水 直到我平平安安回来 米该亚说 如果你真的可以平平安安回来 那么耶和华就没有借着我说话了 他又说 众民啊 你们都要听 于是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激烈的拉摩去了 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 我要改装上阵 你可以仍穿巢服 于是 以色列王改了装 他们就上阵去了 原来亚兰王曾经吩咐他的战车队长说 无论是大小的将兵 你们都不要和他们交战 只管攻击以色列王 重战车队长看见约沙法 就都心里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于是都绕过去攻击他 约沙法呼救 那后 耶和华就帮助他 神又使敌人离开他 重战车队长见他不是以色列王 就转回去 不再追击他了 有一人随意拉弓 竟射进了以色列王的铠甲中间的缝隙里 王对驾车的说 你把车转过来 载我出阵吧 因为我受了重伤 那天战事越来越激烈 以色列王勉强站在战车上 对抗亚兰人直到黄昏 日落的时候 王就死了 历代至下第十九章 犹大王 约沙法平平安安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王宫里去 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护 出来迎见 约沙法王 对他说 你怎能帮助恶人喜爱那恨恶 耶和华的人呢 因此 耶和华的愤怒 必临到你身上 可是你还有善行 因为你从国中除掉亚瑟拉 并且决心寻求神 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 后来又出巡民间 从别士巴到以法连山地 领人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他又在犹大境内的一切设防城中 都设立审判官 他对他们说 你们行事必须谨慎 因为你们审判不是为人 而是为耶和华 你们审判的时候 耶和华必和你们同在 现在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 你们要谨慎行事 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 不偏待人 也不受贿赂 约沙法又在耶路撒冷 从立位人 祭司和以色列各家族的首领中 设立了一些人 替耶和华施行审判 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处理诉讼 约沙法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以敬畏耶和华的心 忠心和敬心办事 你们住在各城里的同胞 带到你们面前的一切诉讼 无论是流血的事件 或是有关律法 诫命 律例和典章的诉讼 你们总要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得罪耶和华 以致耶和华的烈怒 临到你们和你们的同胞身上 你们必须这样行 就没有罪了 所有属于耶和华的事 有大祭司 亚玛利亚管理你们 所有属于王的事 有犹大家的领袖 以什玛利的儿子 西巴蒂亚管理你们 在你们面前 也有立位人做官长 你们要勇敢行事 愿耶和华和良善的人同在 历代至下第二十章 后来摩鸭人 亚门人和一些米乌尼人 一同来攻击约沙法 有人来向约沙法报告说 从海的对岸 就是从以东 有大军前来攻击你 现在他们在哈喜逊他马 哈喜逊他马就是隐基底 于是约沙法害怕起来 定义要寻求耶和华 就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 于是犹大人集合起来 寻求耶和华的帮助 犹大各城中 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 约沙法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会众中 站在耶和华殿的新院子前面说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吗 你不是统治万国的吗 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没有人能抵挡你 我们的神啊 你不是曾经把这地的居民 从你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赶走 把这地赐给你的朋友 亚伯拉罕的后裔 永远做产业吗 他们住在那地 又在那里为你的名 建造了一座圣所 说 如果有灾祸临到我们 无论是刀剑 刑罚 瘟疫 饥荒 我们在极难的时候 站在这殿和你的面前向你呼求 你必垂听和施行拯救 因为你的名是在这殿内 现在 这里有亚门人 摩押人 和西尔山的人 从前 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 你不许以色列人侵犯他们 那时 以色列人就离开了他们 不除灭他们 现在你看 他们怎样报复我们 他们要来把我们 从你赐给我们 承受做产业的地赶出去 我们的神啊 你不惩罚他们吗 因为我们没有力量 抵挡着来攻打我们的大军 我们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我们的眼睛只有仰望你 那时 全犹大的人 连他们的婴孩 妻子和儿女 都站在耶和华面前 当时 耶和华的灵 在会众中 临到立位人 雅萨的后裔 亚马叹的贤孙 耶利的曾孙 彼拿雅的孙子 萨加利亚的儿子 雅哈希 他就说 全犹大的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和约沙法王啊 你们要留意 耶和华这样对你们说 你们不要因这大军 惧怕和惊慌 因为战争的胜负 不是在于你们 而是在于神 明天 你们要下去攻击他们 他们会从喜斯的斜坡上来 你们必在耶鲁伊勒 和旷野东面的谷口遇见他们 尤大人和耶路撒冷人啊 这次你们不必出战 只要稳守阵地 站立不动 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的拯救 你们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明天要出去攻击他们 耶和华必和你们同在 于是约沙法面浮于地 全犹大的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俯伏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耶和华 哥侠子孙中和可拉子孙中的立位人 都站起来高声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第二天早晨 众人轻早起来 出发到提戈亚的旷野去 他们正出去的时候 约沙法站起来说 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信靠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就必坚力 信靠他的先知 你们就必亨通 约沙法和人民商议好了 就指派向耶和华歌唱的人 使他们身穿圣洁的服饰 走在军队的前面 赞美耶和华说 你们要称颂耶和华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他们正欢呼赞美的时候 耶和华就派出伏兵 击杀那前来攻打 犹大人的雅门人 摩亚人和西尔山的人 他们就被击溃了 原来雅门人和摩亚人 起来攻击驻西尔山的人 把他们杀尽灭绝 他们灭尽了驻西尔山的人以后 竟又自相残杀 游荡人来到旷野的料望楼 向那大军观望 只见浮尸遍地 没有一个逃脱的 约沙法和他的人民 就来掠夺敌人的财物 在尸首中 建许多财物 衣服和珍宝 他们剥脱下来的 多的不能携带 因为掠物甚多 所以掠夺了三天 第四日 他们聚集在比拉加谷 在那里称颂耶和华 因此那地方 名叫比拉加谷 直到今日 事后 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人 在约沙法率领下 都欢欢喜喜回耶路撒冷去了 耶和华使他们 因胜过仇敌 欢喜快乐 他们拿着琴瑟和浩筒 来到耶路撒冷 进了耶和华的殿 世上列国 一听见耶和华 战败了以色列的仇敌 就都惧怕神 这样 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 因为他的神使他四尽安宁 约沙法登基统治尤导的时候 是三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共二十五年 他的母亲 名叫阿苏巴 是士利西的女儿 约沙法遵行他父亲 雅萨的道路 总不偏离 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潭还没有除掉 人民仍然没有定义归向他们列祖的神 约沙法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哈拿尼的儿子耶护的严行录上 这严行录又收录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后来 尤大王约沙法和作恶多端的以色列王雅哈谢结盟 约沙法和他合伙建造船只 开往他师去 他们是在以寻加别建造船只 那时 玛丽莎人多大瓦的儿子 以利以泄说预言攻击约沙法说 因为你和雅哈谢结盟 耶和华必破坏你建造的船只 后来 那些船只果然受到破坏 不能开往他师去 历代至下 第二十一章 约沙法和他的立祖同睡 和他的立祖一起葬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约兰接续他作王 约兰有几个兄弟 就是约沙法的儿子亚萨利亚 这些人都是尤大王约沙法的儿子 他们的父亲把许多礼物就是金银财宝 以及尤大帝的几座设防城都赐给了他们 却把王位赐给了约兰 因为他是长子 约兰一登上了他父亲的王位 巩固了自己的权势以后 就用刀杀了他所有的兄弟和尤大的一些领袖 约兰登基的时候是三十二岁 他在耶路撒冷作王共八年 他随从众以色列王的道路 好像雅哈家所行的一样 因为他娶了雅哈的女儿做妻子 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耶和华因为自己和大卫所立的约 不愿消灭大卫家 却照着他应许的 永远赐灯光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约兰在位的日子 以东人反叛 脱离了尤大的统治 自立一王统治他们 约兰率领他的重军长 和所有的战车一同前去 他夜间起来攻击那些包围他的以东人和战车队长 从此以东人反叛 脱离了尤大的统治 直到今日 那时 利拿人也反叛了 因为约兰离去了耶和华他列祖的神 他又在犹大众身上建筑秋坛 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引诱犹大人 以利亚先知有信送给约兰说 耶和华你的先祖大卫的神这样说 因为你没有遵行你父亲约沙法的道路 也没有遵行犹大王亚萨的道路 却随从了以色列诸王的道路 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 好像雅哈家行邪淫一样 又杀了你父家比你良善的众兄弟 所以耶和华要用极大的灾祸 击打你的人民、妻子和儿女 以及你的一切财产 至于你 你的肠脏必患严重的病 直到因病情日益严重 你的肠子都流出来了 后来耶和华激动了菲利士人 和靠近古时的阿拉伯人的心 和约兰作对 他们上来攻打犹大 侵入境内 掠去了王公的一切财物 又掠去了他的众子和妻妾 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约哈斯以外 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儿子 这些事以后 耶和华击打约兰 使他的肠脏患了不治之症 他病了很久 过了二年 他的肠子因病重流了出来 他就病死了 他的人名没有为他烧火 好像从前他的列祖烧火一样 约兰登基的时候是三十二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八年 他离世的时候 没有人哀悼他 人把他埋葬在大卫城里 可是没有葬在众王的陵墓里 历代至下第二十二章 耶路撒冷的居民立了约兰的小儿子 雅哈谢接续他做王 因为那些和阿拉伯人同来公营的匪徒 把雅哈谢的哥哥全都杀了 这样 犹大王约兰的儿子雅哈谢就做了王 雅哈谢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二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一年 他的母亲名叫雅他利亚 是案例的孙女 雅哈谢也随从雅哈家的道路 因为他母亲教唆他行恶 他行依和华看为恶的事 好像雅哈家一样 因为他的父亲死了以后 雅哈家的人就教唆他 好使他灭亡 他随从了他们的计谋 和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约兰 一同到激烈的拉末去 和雅兰王哈薛交战 雅兰人急伤了约兰 于是约兰回到耶色列去 医治他在拉末和雅兰王交战的时候 所受的伤 尤大王约兰的儿子雅撒利亚 因雅哈的儿子约兰病了 就下到耶色列去看他 雅哈谢去见约兰就遇了害 这原是出于神 因为他去到以后 就和约兰一同出去攻击宁室的孙子耶护 这耶护就是耶和华所告的 我要除灭雅哈家 耶护讨伐雅哈家的罪的时候 遇见了尤大的众领袖 和雅哈谢的兄弟的儿子 他们都是侍候雅哈谢的 耶护把他们都杀了 耶护追寻雅哈谢 那时雅哈谢躲藏在桑玛利亚 有人捉住他 把他带到耶护那里 耶护就杀了他 却把他埋葬了 因为他们说 他是约沙法的孙子 这约沙法是一心寻求耶和华的 这样 雅哈谢的家 没有一人有能力 可以保持王权的 雅哈谢的母亲 雅他利亚 见自己的儿子死了 就起来杀进犹大家中 所有王族的后裔 但是 王的女儿约士巴 把雅哈谢的儿子 约阿施 从那些将要被杀的王子中偷出来 把他和他的乳母都藏在卧房里 约兰王的女儿约士巴是大祭司耶和耶大的妻子 把约阿施收藏起来 躲避亚他利亚 免得被亚他利亚杀死 因为 约士巴是雅哈谢的妹妹 约阿施和他们在神的殿里一同躲藏了六年 那时 亚他利亚统治犹大帝 历代至下 第二十三章 到了第七年 耶和耶大奋勇图强 召来耶罗汉的儿子 亚萨利亚 约哈南的儿子 以什玛利 俄贝德的儿子 亚萨利亚 亚大雅的儿子 马西亚 和西基利的儿子 以利沙法等几位百夫长 和他们立约 他们就走遍犹大 从犹大各城 召集立位人 和以色列各家族的首领 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 全体会众 在神的殿里与王立约 耶和耶大对他们说 王的儿子 应当按照耶和华应许大位的子孙的话 做王 你们要这样行 你们中间 每逢安息日 来值班的祭司和立位人 三分之一要把守各门 三分之一要在王宫 三分之一要在姬子门 全体人民都要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除了祭司和供职的立位人以外 任何人不得进入耶和华的殿 只有他们可以进去 因为他们是分别为圣的 全体人民都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 立位人要在周围环绕君王 个人手里拿着武器 擅自禁殿的都必被处死 王出入的时候 你们都要随着他 立位人和犹大众人都照着耶和耶大祭司 吩咐的一切去行 他们个人带着在安息日值班 或在安息日下班的人来 因为耶和耶大祭司不准他们下班 于是耶和耶大祭司把神的殿里 原本属于大卫王的毛枪、大盾和小盾 交给了众百夫长 他又分派众名守卫在祭坛和殿的四周 从殿的右面到殿的左面 环绕着王 于是他们把王子领出来 给他戴上王冠 又把约书交给他 立他为王 耶和耶大和他的众子用膏告他 并且说 愿王万岁 亚他利亚听见人民奔跑和赞美王的声音 就进了耶和华的殿 到众民那里去 他一观看 贱王站在殿门口的柱旁 众官长和吹号的人在王的周围 国民都欢乐吹号 又有歌唱的人用各种乐器领导众人歌颂 于是亚他利亚撕裂衣服说 反了反了 耶和耶和耶大祭司把管辖军队的众百夫长叫出来 对他们说 把他从各班次中间赶出去 跟随他的人都要用刀杀死 因为祭司说 不可在耶和华的殿内杀死他 他走到王宫的马门入口的时候 众兵就把他拿住 在那里把他杀死了 耶和耶大与众民和王立约 要他们做耶和华的子民 于是众民都去到巴黎庙 把庙拆毁 打碎祭坛和偶像 又在祭坛前 杀了巴黎的祭司马坦 耶和耶大把看守耶和华殿的责任 交在立位支派的祭司手里 这些立位支派的祭司 是大卫分派在耶和华的殿中 照着摩西的律法所记的 给耶和华献凡记 又照着大卫所定的欢乐歌唱 他又设立守门的 看守耶和华殿的个门 无论为了什么事 不洁净的人都不能进去 他率领百夫长、贵族、民间的官长和国民 又把王从耶和华的殿领下来 从上门进入王宫 永利王坐在王位上 于是全国的人民都欢乐 全城也都宁静 因为他们把亚他利亚用刀杀了 历代至下 第24章 约阿师登基的时候是七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四十年 他的母亲名叫西比亚 是别世巴人 耶和耶大祭司在世的日子 约阿师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耶和耶大为他娶了两个妻子 他就生了一些儿女 此外 约阿师有意重修耶和华的殿 就召集了众祭司和立位人 对他们说 你们要去犹大各城 向所有以色列人募捐金钱 可以年年修建你们神的殿 你们应急速办理这事 可是立位人却不急速办理 于是王把大祭司耶和耶大召来 对他说 你为什么不命令立位人 把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和以色列的会众 为法贵的会幕规定的税款 从犹大和耶路撒冷征收回来 做修建的费用呢? 原来那恶父亚他利亚的众子 曾经拆毁神的殿 又把耶和华殿中一切分别为圣的物品 用来供奉巴利 于是王下令建造一个柜 放在耶和华殿的门外 又在犹大和耶路撒冷发出通告 叫人把神的仆人摩西 在旷野规定 以色列人缴交的税款带来 献给耶和华 众领袖和人民都欢欢喜喜把税款带来投进柜中 直到他们都投完了 立位人把银柜抬到王指定负责这事的人那里的时候 他们看见税银很多 王的书记和大祭司的属员就来把银柜倒空 然后抬回原处 天天都是这样 所以收集了很多银子 王和耶和耶大把银子交给耶和华殿的办事人员 他们就雇了石匠和木匠重建耶和华的殿 又雇了铁匠和铜匠重建耶和华的殿 做工的人不住工作 重修的工程在他们手下顺利进行 他们把神的殿重建的和先前一样 并且非常坚固 他们完工以后 就把剩下的银子送到王和耶和耶大面前 用来制造耶和华殿里的器皿 供奉和献祭所用的器皿、盘子以及各种金银器皿 耶和耶大在世的日子 众人都常在耶和华的殿里献凡祭 耶和耶大年纪老了 数数满足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是一百三十岁 他和利王一同埋葬在大卫城里 因为他在以色列为神和神的殿做了美善的事 耶和耶大死后 犹大的领袖们来朝拜王 王听从了他们的主意 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殿 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 因为他们的罪 神的愤怒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但耶和华仍然拆派先知到他们中间 引导他们归向耶和华 这些先知虽然警告他们 他们却不肯听从 那时神的灵 临到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 萨加利亚身上 他就站在众民的面前对他们说 神这样说 你们为什么违背耶和华的诫命 使你们不得亨通呢? 因为你们离弃了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也离弃你们 众人要杀害萨加利亚 于是照着王的命令 在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用石头把他打死 约阿师王没有纪念萨加利亚的父亲 因耶和耶大对他所施的恩 反而杀了他的儿子 萨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 愿耶和华见察 并且责问你 过了年 亚兰的军队上来攻打约阿师 他们侵入犹大和耶路撒冷 杀了民间的领袖 又把他们的一切战利品 都送到大马士阁王那里去 亚兰的军队虽然只来了一小队人 耶和华却把一支庞大的军队交在他们手里 因为犹大人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亚兰人向约阿师施行了惩罚 亚兰人离开约阿师的时候 他们丢下约阿师 因为他受了重伤 他的臣仆要杀害他 为了报复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流血的仇 他们在床上杀死他 他就死了 有人把他埋葬在大魏城里 只是没有埋葬在列王的陵墓里 谋害他的是雅门妇人士米亚的儿子 萨拔和摩鸭妇人士米利的儿子 约萨拔 至于约阿师的众子 以及许多警戒他的话 还有他重建神的殿的事 都记在列王记的注释上 约阿师的儿子 亚玛谢接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第二十五章 亚玛谢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的母亲名叫约耶但 是耶路撒冷人 亚玛谢行耶和华看为政的事 只是心不专一 他巩固了王位以后 就把急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他却没有处死他们的儿子 因为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记 耶和华曾吩咐 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 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 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 亚玛谢召集了犹大人 按着他们的家族 为全犹大和汴亚敏人 设立千夫掌和百夫掌 又数点他们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 能拿枪持盾的精兵共有三十万 又用了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从以色列中雇了十万英勇的战事 有一位神人来见亚玛谢说 王啊 请不要领以色列的军队和你同去 因为耶和华不和以色列人 不和任何以法连的子孙同在 即使你一定要去奋勇征战 神也会使你在敌人面前覆灭 因为神有能力帮助人 也有能力使人覆灭 亚玛谢问神人 我给以色列雇佣兵的那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怎么办呢? 神人回答 耶和华能把比这更多次给你 于是 亚玛谢把那从以法连来的雇佣兵解散了 遣送他们回家 因此 他们非常恼怒尤大人 就气冲冲的回家去了 亚玛谢鼓起勇气 帅领他的人民到盐谷去 击杀了一万西尔人 尤大人又升勤了一万人 带到一处崖顶 从崖顶把他们抛下去 使他们都摔得支离破碎 但亚玛谢打发回去 不许和他一同作战的雇佣兵 竟侵入尤大各城 从撒马利亚直到伯和伦 击杀了三千人 又掠去了很多财物 亚玛谢击败了以东人回来的时候 把西尔人的神像也带回来 立为自己的神 在他们面前叩拜 又向他们烧香 因此 耶和华向亚玛谢发怒 于是 差派一位先知去见他 对他说 这民族的神不能拯救自己的人民脱离你的手 你为什么还寻求他们呢 先知向王讲话的时候 王对他说 我们立了你做王的谋士吗 住口吧 你要挨打吗 先知就住口 可是又说 我知道神一定意消灭你 因为你做了这事 又不听从我的劝诫 尤大王亚玛谢和群臣商议以后 就派人去见耶和的孙子 约阿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约阿斯说 来吧 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吧 以色列王约阿斯派人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 黎巴嫩的吉利派人去见黎巴嫩的香薄说 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吧 后来有一只黎巴嫩的野兽从那里经过 把吉利践踏了 你心里说你击败了乙东人 你就心里骄傲以这事夸口 现在你留在家里吧 为什么要惹祸使犹大和你一同父王呢 亚玛谢却不听从 这原事出于神 好把他们交在约阿斯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乙东的神 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迈和犹大王亚玛谢相会于战场上 犹大人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 各自逃回家去了 以色列王约阿斯在博士迈 后来捉住了约阿斯的孙子 约阿斯的儿子 尤大王亚玛谢 把他带到耶路撒冷 又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两百公尺 又把俄别以东负责看守神殿里的一切金银 和一切器皿以及王宫里的宝物都略去 又掳走人质 然后回撒玛利亚去了 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死后 尤大王约阿斯的儿子 亚玛谢还活了十五年 亚玛谢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不是都记在尤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自从亚玛谢离弃耶和华以后 在耶路撒冷有人要谋害他 他就逃到拉吉去 谋害他的人 派人追到拉吉 在那里把他杀死 然后用马把他的尸体运回来 埋葬在大卫城里 和他的列祖一起 历代治下第二十六章 全尤大的人民 李乌西亚接续他的父亲亚玛谢做王 那时他才十六岁 亚玛谢王和列祖同睡以后 乌西亚重建以路 并且收归尤大所有 乌西亚登基的时候是十六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五十二年 他的母亲名叫耶可利亚 是耶路撒冷人 乌西亚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像他的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 撒加利亚在世的日子 教导乌西亚敬畏神 所以乌西亚常常寻求神 乌西亚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使他亨通 他出去攻打非力士人 拆毁了加特的城墙 雅比尼的城墙和雅石图的城墙 又在雅石图境内 非力士人中建造了几座城 神帮助他攻打非力士人 和住在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 以及米乌尼人 雅门人给乌西亚进贡 他的名声传到埃及的边境 因为他极其强盛 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脚门 古门和城墙转角的地方 建筑了城楼 这些城楼非常坚固 他又在旷野 建造了一些瞭望楼 挖了许多主水池 因为他在高原和平原上 有很多牲畜 又因为他喜爱种植 所以在山地上和果园里 故有农夫和修剪葡萄树的工人 乌西亚又有善于作战的军队 照着书记耶利和官长马西亚数典的树木 由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指挥编队上阵 这些英勇战士中的各家族首领 总数共二千六百人 在他们指挥下的军队 共有三十七万七千五百人 都是大有能力善于作战的 能帮助王攻打仇敌 乌西亚给全队军兵配备了盾牌 毛枪 头盔 铠甲 弓箭和甩石的击弦 他又在耶路撒冷制造巧匠发明的器械 安放在城楼和城脚上 用来发射利剑和大石 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 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 使他十分强盛 乌西亚强盛起来 就心高气傲 以致自寻毁灭 净冒犯耶和华他的神 他进了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跟随乌西亚进去的 有亚萨利亚祭司 还有耶和华的祭司八十个 都是英勇的人 他们阻止乌西亚王 对他说 乌西亚 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应做的事 而是亚伦的子孙做祭司的事 他们是分别为圣 做烧香的事 请离开圣所吧 因为你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了 你必不能从耶和华神那里得着尊荣 于是乌西亚十分愤怒 手里拿着香炉正要烧香 他向众祭司发怒的时候 就在耶和华的殿里 香坛旁边众祭司的面前 他的额上忽然长出了大麻风 大祭司亚萨利亚和众祭司看着他 忽然见他的额上长了大麻风 就急忙催他出殿 他自己也急忙出去 因为耶和华击打了他 乌西亚王长大麻风 直到死的时候 他既然长了大麻风 就住在一间隔离的房子里 不能进耶和华的殿 他的儿子约探执掌朝政 治理国民 乌西亚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先知都记下来了 乌西亚和他的立祖同睡 由于有人说 他是个长大麻风的人 所以把他埋葬在亡灵的田间 和他的立祖一起 他的儿子约探接续他做王 历代治下第27章 约探登基的时候是25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16年 他的母亲名叫耶路撒 是萨都的女儿 约探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向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 只是没有进入耶和华的殿 但人民还是行败坏的事 约探建造了耶和华殿的上门 在俄非勒的城墙上 他也有很多建设 他在犹大山地建造城市 又在树林中 建造一些营寨和料望楼 约探和亚门人的王交战 战胜了他们 那一年 亚门人就献给他 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一千公顿小麦 一千公顿大麦 第二年和第三年 亚门人也献给他 这个数目 约探在耶和华 他的神面前坚守正道 所以日渐强盛 约探其余的事迹 他的一切战争和作为 都记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他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十六年 约探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大卫城里 他的儿子雅哈斯接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 第二十八章 亚哈斯登基的时候是二十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十六年 他不像他的祖先大卫一样 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他却随从以色列诸王的道路 又为巴黎铸造偶像 并且在辛嫩子谷烧香 用火焚烧自己的儿女 像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驱走的外族人 所行可厌恶的事一样 又在秋坛上 山岗上和各清脆树下献祭烧香 因此耶和华他的神把他交在亚兰王手里 亚兰王击败了他 掳走了他很多人民 带到大马士阁去 神又把他交在以色列王手里 以色列王就在犹大进行大屠杀 利玛丽的儿子比加 在犹大一天之内杀了十二万人 全是勇士 因为他们离弃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有一个以法连的勇士 名叫西基利 杀了王的儿子马西亚 王公的总管亚斯利根 和王的宰相以利加拿 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兄弟中 掳走妇孺共二十万人 又从他们中间夺取了很多战利品 带回撒玛利亚去 那里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 名叫俄德 出来迎接回到撒玛利亚来的军队 对他们说 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 因为恼怒犹大人 才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 你们却怒气冲天 杀戮了他们 现在 你们又想强迫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 做你们的奴卑 难道 你们自己就没有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吗 你们现在要听我的话 把你们掳回来的兄弟释放回去 因为耶和华的震怒已经临到你们身上了 于是 以法连人的几个首领 就是约哈南的儿子 亚萨利亚 米什利默的儿子 比利加 沙龙的儿子 耶西西加 和哈德莱的儿子 亚马萨 起来阻挡从战场回来的军队 对他们说 你们不可把这些俘虏带进来 因为我们已经得罪了耶和华 你们想增加我们的罪恶和过犯 我们的过犯实在严重 耶和华的震怒临到以色列人身上了 于是军队把俘虏和战利品都留在众领袖和全体会众的面前 上面提过的那些人就起来 领走那些俘虏 从战利品中拿出衣服给所有赤身的穿着 给他们穿上鞋 给他们吃喝 又给他们抹油 又把所有疲弱的人放在驴子上 把他们送回宗述城耶利哥他们的兄弟那里 然后就回撒玛利亚去了 那时亚哈斯王派人去求亚述王帮助他 因为以东人又来攻打尤达 掳走了许多人 菲利士人也侵入了高原和尤达南面的重城 占领了博士卖 亚亚伦 基迪罗 缩戈和属于缩戈的村庄 亭纳和属于亭纳的村庄 井索和属于井索的村庄 并且住在那里 因为犹大王亚哈斯在犹大放纵邪恶 大大的冒犯了耶和华 所以耶和华是犹大卑微 亚述王提格拉皮尼瑟来到他那里 不但没有援助他 反倒欺压他 亚哈斯取了耶和华殿里和王宫中 以及众领袖家里的财宝给了亚述王 但也无济于事 这亚哈斯王在急难的时候 竟越发冒犯耶和华 他向击败了他的大马士革的神献祭 说 亚兰王的神帮助了他们 我也向他们献祭 使他们也帮助我 他们却使他和以色列人灭亡 亚哈斯把神殿里的器皿收集起来 把这些神殿里的器皿都集碎了 又封闭了耶和华殿的各门 并且在耶路撒冷的各个角落建造祭坛 他又在犹大各城建造秋坛 向别的神烧香 惹怒他列祖的神 亚哈斯其余的事迹和他一切所行的 以及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亚哈斯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耶路撒冷城里 但没有葬在以色列诸王的陵墓里 他的儿子西西迦接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第二十九章 西西迦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的母亲名叫雅比亚 是萨加利亚的女儿 西西迦行耶和华看为政的事 向他祖先大为一切所行的 他在位的元年正月 开了耶和华殿的门 重新修理 他把祭司和立位仁都召了来 聚集在东面的广场上 对他们说 立位仁啊 你们要听我的话 现在你们要自劫 又要劫进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的殿 把污秽之物从圣所中除去 我们的列祖冒犯了神 行了耶和华我们的神 看为恶的事 离弃了他 转脸不顾耶和华的居所 以备向他 他们又封闭狼门 熄灭灯火 不在圣所中 向以色列的神烧香或献烦祭 因此 耶和华的震怒 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 使他们成为令人恐惧 惊骇和痴笑的对象 就像你们亲眼看见的一样 所以 我们的列祖倒在刀下 我们的儿女和妻子 也都因此做了俘虏 现在 我心中有意 要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立约 好使他的震怒转离我们 我的孩子们 你们现在不要懈怠 因为耶和华拣选了你们 站在他面前侍奉他 为要做他的仆人 向他烧香 于是 立位人哥侠的子孙 亚马赛的儿子 马哈 亚萨利亚的儿子 约尔 米拉利的子孙 亚伯迪的儿子 基士 耶哈利勒的儿子 亚萨利亚 格顺的子孙 星马的儿子 约亚 约亚的儿子 伊甸 以利萨凡的子孙 申利和耶利 亚萨的子孙 萨加利亚和马太亚 西曼的子孙 耶歇和士美 耶杜顿的子孙 士玛雅和乌靴都起来 集合他们的亲族 捷径自己 照着王的吩咐 根据耶和华的命令 进去捷径 耶和华的殿 祭司进入耶和华殿的里面 进行捷径 他们在耶和华殿里 发现的一切污秽之物 都搬到耶和华殿的院子里 立位人接过 就搬到城外的吉伦西边 他们在正月初一 开始捷径圣殿 第八日去到耶和华殿的走廊 他们用了八日捷径耶和华的殿 到了正月十六日才完宫 于是他们进完宫 见西西家王说 我们已经把整个耶和华的殿 樊祭坛和坛的一切器皿 陈舍柄的桌子和桌子上的一切器皿 都洁净了 雅哈斯王在位 他得罪神的时候丢弃的一切器皿 我们都预备齐全 也都洁净好了 现在都放在耶和华的祭坛前 西西家王清早起来 召集城中的领袖上耶和华的殿去 他们牵来了七头公牛 七只公棉羊 七只羊羔和七只公山羊 要为国家、为圣所和为犹大人做赎罪祭 王吩咐亚伦的子孙中祭司 把他们陷在耶和华的坛上 他们宰了公牛 祭司把血接过来 撒在祭坛上 他们又宰了公棉羊 把血撒在祭坛上 他们又宰了羊羔 也把血撒在祭坛上 最后 把做赎罪祭的公山羊 牵到王和会众面前 王和会众就按手在公山羊的身上 祭司宰了公山羊 把血撒在祭坛上做赎罪祭 为所有以色列人赎罪 因为王曾经吩咐 要为所有以色列人献上凡祭和赎罪祭 王又指派在耶和华殿中的立位人 拿着响拔和琴瑟 是照着大卫、王的先见 迦德和拿丹先知所吩咐的 就是耶和华借他的先知所吩咐的 立位人拿着大卫的乐器 祭司持着号筒一同站着 西西加吩咐在祭坛上献上凡祭 开始献凡祭的时候 就开始向耶和华歌唱 并且用号筒和以色列王大卫的乐器伴奏 全体会众都叩拜 歌唱的歌唱 吹号的吹号 直到凡祭都献完了 献完了祭 王和所有在场的人都屈膝叩拜 西西加王和众领袖 又吩咐立位人 用大卫和先见雅萨的诗词赞美耶和华 于是他们欢欢喜喜的赞美耶和华 低头敬拜 西西加说 你们现在归耶和华为圣了 请前来 把祭物和感恩祭带到耶和华的殿里来 于是 惠仲把祭物和感恩祭带来 凡是甘心乐意的 都把凡祭带来 惠仲带来的凡祭如下 公牛七十头 公绵羊一百只 羊羔二百只 这些都是做凡祭献给耶和华的 还有分别为圣之物 公牛六百头 绵羊三千只 只是祭司太少 不能把所有凡祭生剥皮 所以他们的亲族协助他们 直到剥皮的工作完了 又等到其他祭司自节完了 因为立位仁在自节的事上 比众祭司更加诚心 此外 还有很多凡祭生和平安祭生的脂肪 以及和凡祭同线的殿祭很多 这样 耶和华殿里的侍奉 就重新恢复了 因为事情很快办完 西西家和全体人民 因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 都甚欢乐 历代至下第三十章 西西家派人走遍以色列和尤大 又写信给以法连人和马拿西人 叫他们到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来守于月节 祭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因为王和众领袖以及耶路撒冷的全体会众 曾经商议要在二月守于月节 但他们不能如其守于月节 因为自节的祭司不够 人民也没有齐集在耶路撒冷 王和全体会众都认为 这计划很好 于是下了命令 通告全以色列 从别士巴直到但 叫人民来 耶路撒冷守于月节 纪念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因为照着所记的定例 举行这节的人不多 信差就带着王和众领袖发出的书信 走遍全以色列和尤大 照着王的吩咐宣告说 以色列人啊 你们应当转向耶和华 亚伯拉罕、以萨和以色列的神 使他也转向这些在亚述王手中逃脱的渔民 你们不要像你们的列祖和你们的亲族 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以致耶和华使他们成为令人惊骇的对象 就像你们自己所见的 现在你们不可顽固像你们的列祖那样 要顺服耶和华 进入他永远分别为圣的圣所 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 使他的列祖转离你们 如果你们是归向耶和华 你们的亲族和儿女 就必在俘虏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悯 可以返回这地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有恩惠有怜悯 如果你们归向他 他必不转脸不顾你们 信差从这城到那城走遍了以法连和马拿西各地 直到西布伦 那里的人却戏弄他们 讥笑他们 可是在亚瑟 马拿西和西布伦中 也有人愿意谦卑来到耶路撒冷 神的能力也帮助犹大人 使他们一心遵行王和众领袖 奉耶和华的命令发出的吩咐 2月 有很多人在耶路撒冷聚集 要举行无效节 集合了一大群会众 他们起来 把耶路撒冷城中的祭坛和一切相谈 尽都除去 抛在吉伦西中 2月14日 他们宰了逾越节的羊羔 祭司和立位仁都觉得惭愧 就自节 把梵祭带到耶和华的殿里 他们遵照神人摩西的律法 按着定例 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祭司从立位仁手里 把血接过来 撒在祭坛上 因为会众中 有很多人还没有自节 所以立位仁必须为所有不节的人 宰杀逾越节的羊羔 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成为圣节 原来有一大群人 很多是从以法连 马拿西 以撒加和西布伦来的 还没有自节 就吃逾越节的羊羔 不遵照所记的定例 因此 西西加为他们祷告说 凡是立定心意 专一寻求神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的 虽然没有照着圣所捷径的理自节 愿良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们 耶和华垂听了西西加的祷告 就饶恕众民 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 都十分欢乐的守除孝节七天 立位仁和祭司天天赞美耶和华 用响亮的乐器赞美耶和华 西西加为免所有善于侍奉耶和华的立位仁 众人吃节宴七日 又献上平安祭 称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全体会众商议好了 要在首节旗七天 于是他们欢欢喜喜的 又举行了七天 尤大王西西加送给会众公牛一千头 羊七千只 众领袖也送给会众公牛一千头 羊一万只 并且有很多祭司自节 尤大的全体会众 祭司和立位仁 从以色列来的全体会众 以及在以色列地寄居的人 和在犹大寄居的人都非常欢乐 这样在耶路撒冷有极大的欢乐 自从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的日子以来 在耶路撒冷都没有像这样的欢乐 那时 立位支派的祭司起来 给人民祝福 他们的声音蒙了垂听 他们的祷告达到天上神的圣所那里 历代至下第31章 这一切都做完了 所有在那里的以色列人 就都出去到犹大的各城打碎神柱 砍下亚瑟拉 又在犹大 碧亚敏 以法连和马拿西各地 把丘坛和祭坛完全拆毁 然后 以色列众人都各回各城 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 西西迦指派祭司和立位人的班次 使祭司和立位人照着自己的班次 各按各职献凡祭和平安祭 又在耶和华殿门内侍奉 称谢和赞美耶和华 王又在自己的财物中 订出一份做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 安息日 月朔和节旗的凡祭 都是照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的 王又吩咐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民 要把祭司和立位人应得的一份给他们 使他们专心执行耶和华的律法 这命令一发出 以色列人就送来很多出熟的五谷 辛酒 油和蜜 以及田间各样的出产 又把各物品的十分之一大批送来 住在犹大各城的以色列人和犹大人 也把牛羊的十分之一 和分别为圣耶和华他们的神的圣物的十分之一 都送了来 囤积成堆 从三月开始囤积到七月才完毕 西西加和众领袖来了 看见这些囤积物品 就称颂耶和华 又为耶和华的子民以色列祝福 西西加向祭司和立位人询问这些囤积物品的时候 撒独家的大祭司 亚撒利亚回答他说 自从人民把贡物送进耶和华店以来 我们就可以吃饱 并且还有很多剩下来 因为耶和华赐福给他的子民 所以剩下的才这样丰盛 西西加吩咐人 在耶和华的店里预备仓房 他们就预备了 他们很忠心的把贡物 各物品的十分之一和分别为圣之物 都搬进仓里去 立位人戈南亚总管这些物品 他的兄弟士美做副总管 耶先 亚撒西亚 拿哈 亚撒黑 耶利末 约萨拔 以利 伊斯玛基亚 马哈 彼拿亚 在戈南亚和他的兄弟士美手下 负责监督的工作 他们都是由西西加王和神殿的总管 亚撒利亚伟派的 看守东门的立位人 因拿的儿子可利 掌管自愿献给神的礼物 分发献与耶和华的贡物和至圣之物 在他手下有伊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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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分发给他们 又分发给按着家族登记在家谱上的祭司 也按着班次 职责分给二十岁以上的立位人 又按照家谱的登记 分给他们的全体的小孩、妻子和儿女 因为他们忠心地自杰成圣 至于住在各城郊野做祭司的亚伦的子孙 在各城里都有指定的人 把应得的份分发给祭司中所有的男子 和所有登记在家谱中的立位人 西西加在犹大全地都这样行 他在耶和华他的神面前行良善 正直和诚实的事 他经办的一切事 无论是关于神殿的侍奉 或是关于律法和诫命的遵行 他都寻求他的神 因为他尽心去行 所以尽都顺利 历代至下第32章 在西西加行了这些忠诚的事以后 亚述王西拿基利 近亲犹大 围困犹大的设防城 企图攻陷占领 西西加见西拿基利 有意攻打耶路撒冷 就与众领袖和众勇士商议 要把城外各道水泉堵塞 他们都赞同 于是有一大班人集合起来 堵塞了一切泉源和流通那地的溪流 他们说 为什么要让亚述王得着充沛的水源呢? 西西加发粪图墙 重建所有拆毁了的城墙 墙上筑起瞭望楼 又建造一道外墙 并且巩固大卫城内的米罗 又制造了很多兵器和盾牌 他又委派军长同管众民 集合他们到城门的广场那里去见他 他鼓励他们说 你们要坚强勇敢 不要因亚述王和他统领的大军惧怕惊慌 因为和我们同在的 比和他们同在的更多 和他们同在的 不过是人血肉的手臂 和我们同在的 却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必帮助我们 为我们作战 众民因犹大王西西迦的话 都得着鼓励了 随后 亚述王西拿基利和他统领的全军 攻打拉吉的时候 就差派他的臣仆 到耶路撒冷来见犹大王西西迦 和所有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 亚述王西拿基利这样说 你们现在还在耶路撒冷受困 你们可以靠什么呢 西西迦曾对你们说 耶和华我们的神 必拯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 他不是迷惑你们 使你们因饥渴而死吗 这西西迦 不是曾经把耶和华的秋坛 和祭坛出去 吩咐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 你们要在一个坛前敬拜 要在他上面烧香吗 我和我列祖向各地的民族所行的 你们不知道吗 各地列国的神 能拯救他们的国脱离我的手吗 我列祖消灭的那些国的众神 有哪一位能拯救自己的子民脱离我的手呢 难道你们的神能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 所以你们现在不要让西西迦欺骗迷惑你们 你们也不要信他 因为无论哪一帮哪一国的神 都不能拯救自己的子民脱离我的手 和我列祖的手 你们的神不是更不能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吗 西拿基利的臣仆还说了别的话 毁谤耶和华神和他的仆人西西迦 西拿基利又写信来辱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讥笑他说 各地列国的神没有拯救他们的子民脱离我的手 西西家的神也照样不能拯救他的子民脱离我的手 亚述王的臣仆用犹大语向耶路撒冷城墙的人民大声呼叫 要惊吱他们 使他们慌乱好攻取那城 他们论到耶路撒冷的神 就好像世上万民的神一样 把他当作是人手所做的 西西家王和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先知 为了这事祷告向天呼求 耶和华就拆派一位使者进入 亚述王的军营中 把所有英勇的战士 官长和将帅尽都消灭了 亚述王满面羞愧返回本国去了 他进入自己的神庙的时候 他亲生的儿子在那里用刀把他杀了 这样耶和华拯救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脱离了亚述王西拿基里的手 和其他仇敌的手 又使他们四敬平安 有很多人把贡物带到耶路撒冷献给耶和华 又把很多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 从此西西家受到各国的尊重 那时西西家患病垂围 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应允了他 又赐他一个征兆 西西家却没有照着他蒙受的恩惠报答耶和华 因为他心高气傲 所以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他 以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身上 但西西家因为自己心高气傲而谦卑下来 他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谦卑下来 因此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在世的日子 没有临到他们身上 西西家的财富甚多 尊容极大 他为自己建造库房 收藏金银 宝石 香料 盾牌和各样的珍宝 又建造仓库 收藏五谷 新酒和油 又为各类牲畜盖棚栏 羊圈 他又为自己建造城镇 并且拥有大批牛羊牲口 因为神赐给他极多的财物 这西西家堵塞了积训泉上游的水 饮水直下 流到大卫城的西边 西西家所行的一切事 尽都横通 唯有巴比伦王的使者奉派来见西西家 询问犹大帝发生的奇事的时候 神就离开了他 为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中的一切 西西家其余的事迹和他的善行 都记在亚摩斯的儿子 以赛亚先知的异象书上 以及犹大和以色列诸王记上 西西家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大卫子孙墓地的高层 他死的时候 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向他致敬 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第三十三章 马拿西登基的时候是十二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共五十五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随从耶和华 在以色列人面前赶走的列国 所行可厌恶的事 他重新建造他父亲西西家 他拆毁的秋坛 又为巴利利坛制造亚瑟拉 并且敬拜和侍奉天上的万象 他又在耶和华的殿中竹坛 耶和华曾经指着这殿说 我的名必永远留在耶路撒冷 马拿西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 为天上的万象竹坛 并且在新嫩子谷 把自己的儿女用火烧为祭 又占卜行邪术 用法术 教鬼和通灵 做了很多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惹他发怒 他又把他所做的雕像 立在神的殿中 神曾经指着这殿 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说 我要在这殿里 和在我从以色列各支派中 拣选的耶路撒冷中 立我的名直到永远 只要以色列人 谨守遵行 我借着摩西 吩咐他们的一切律法 律例和典章 我就绝不再使他们的脚 离开我赐给他们列祖的地 可是 马拿西却引诱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恶 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除灭的列国更厉害 耶和华曾警告马拿西和他的人民 他们却不理会 因此 耶和华领亚树王的将帅来攻打他们 用钩子勾着马拿西 用铜链锁住他 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马拿西在极难的时候 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 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非常谦卑 他向耶和华祷告 耶和华应允他的恳求 垂听他的祈求 使他归回耶路撒冷 恢复他的王位 马拿西这才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 此后 马拿西在大卫城外 从古中的基训西边起 直到渔门口 建了一道城墙 围绕着俄斐勒 他把城墙建得很高 又在犹大各社房城里 派驻军长 又从耶和华的殿中 除掉外族人的神和偶像 又把他在耶和华殿的山 和在耶路撒冷所筑的一切坛 都抛出城外 马拿西重修了耶和华的祭坛 在坛上献上平安祭和感恩祭 又吩咐犹大人 侍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可是人民仍然在秋坛上献祭 尽管只向耶和华他们的神献祭 马拿西其余的事迹 包括他对他的神的祷告 和那些先见奉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名 向他所说的话 都记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他的祷告 神怎样应允他的恳求 他谦卑下来以前的一切罪恶和过犯 以及他在什么地方建筑秋坛 设立亚瑟拉和偶像 都记在和赛的严刑路上 马拿西和他的列祖同睡 埋葬在他的宫中 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 亚门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二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两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厄的事 像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 亚门向他父亲马拿西所做的一切雕像献祭 并且侍奉他们 他没有在耶和华面前谦卑 像他父亲马拿西谦卑一样 这亚门所犯的罪过越来越多 后来他的臣仆阴谋造反 在宫中把他杀死了 但犹大的人民把所有反叛 亚门王的人都击杀了 并且立他的儿子 约西亚接续他做王 历代至下第三十四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是八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三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看维政的事 效法他先祖大位所行的 不偏左也不偏右 他在位第八年还是年幼的时候 就开始寻求他先祖大位的神 到了第十二年 他就开始捷径犹大和耶路撒冷 除掉秋坛 亚瑟拉雕像和柱像 众人在他面前拆毁了八粒的祭坛 他亲自打碎了坛上高高的香坛 又把亚瑟拉雕像和柱像砍碎 撒在像这些偶像献过祭的人的坟上 他把祭司的骨头烧在他们的祭坛上 这样就洁净了犹大和耶路撒冷 他又在马拿西、以法连、西缅 以至拿福他利的各城 以及他们周围荒废的地方都这样行 他拆毁了祭坛 把亚瑟拉和雕刻的偶像打碎 破碎了以色列全地所有的湘潭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 接近犹大帝和圣殿以后 就拆派亚萨利亚的儿子沙藩 市长马西亚和约哈斯的儿子史官约亚 去修筑耶和华他的神的殿 于是他们来见大祭司希勒迦 把献给神的殿的银子交给他 这银子都是守门的立位人 从马拿西、以法连和以色列所有的渔民 以及犹大、遍亚敏和耶路撒冷的居民那里收集来的 他们又把银子交给在耶和华店里负责监察的人 他们又把银子发给在耶和华店里做工的工人 去修补圣殿 他们把银子交给木匠和石匠 去购买找好的石头和做木架与衡量的木材 修补犹大猎王毁坏了的殿羽 这些人忠心地工作 管理他们的都工是立位人米拉利的子孙雅哈和俄巴迪 监管他们的是歌侠的子孙萨加利亚和米书兰 还有所有精通乐器的立位人 管理扛台的 并且监管所有做各种工作的人 立位人中也有做书记、做职员和做守门的 他们把献给耶和华店的银子拿出来的时候 希勒加祭司发现了耶和华借摩西所传的律法书 希勒加对书记沙帆说 我在耶和华的店里发现了律法书 希勒加就把书交给沙帆 沙帆把书带到王那里 同时向王报告 你交托你仆人的事他们都办妥了 他们把在耶和华店里的银子倒出来 交给监督和做工的人 书记沙帆又告诉王说 希勒加祭司还交给我一卷书卷 于是沙帆在王面前诵读那书 王一听见律法书上的话 就撕裂自己的衣服 吩咐希勒加和沙帆的儿子亚西干 米加的儿子亚比顿 书记沙帆 以及王的臣仆亚萨亚说 你们去为我 也为以色列和犹大的渔民 求问耶和华 关于我们发现的这书上的话 因为我们的列祖 没有谨守耶和华的话 也没有照着这书上 所记的一切去行 所以耶和华才向我们大发烈怒 于是希勒加和王所拆派的人 去见女先知护勒大 护勒大是掌管礼服的沙龙的妻子 沙龙是哈斯拉的孙子 特瓦的儿子 护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 他们对护勒大这样说了 他就回答他们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你们对那差你们来见我的人说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按着在犹大王面前 诵读的那卷书上 所写的一切咒诅 降灾在这地和这地的居民身上 因为他们离弃了我 向别的神烧香 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 所以我的愤怒 必倾倒在这地上 总不熄灭 至于那派你们来求问 耶和华的犹大王 你们要这样对他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论到你听见的话 因为你听了我指着这地方 和这里的居民所说的话 就心里感动 在神面前谦卑 你既然在我的面前谦卑 又撕裂衣服 在我的面前哭泣 所以我就垂听你的祷告 这是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你归到你的列祖那里去 你必平平安安归入你的坟墓 我所要降在这地方和这地上的 居民身上的一切灾祸 你必不会亲眼看见 他们就把这番话回父王去了 于是王派人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长老 都召集了来 王和犹大众人 耶路撒冷的居民 祭司 立位人 以及所有的人民 无论大小 都一同上耶和华的殿去 王就把在耶和华殿里 发现的约书上的一切话 都送读给他们听 王站在他的位上 在耶和华面前立约 要一心一意跟随耶和华 谨守他的诫命、法度和律例 实行这书上所记 立约的誓言 他又是所有在耶路撒冷和遍亚敏的人 都顺从这约 于是耶路撒冷的居民 都遵照他们列祖的神的约而行 约西亚在以色列人所属的各地 把一切可赠的物 尽都除掉 使所有在以色列的人 都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 约西亚在世的日子 人民都跟随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总不离开 历代至下第35章 约西亚在耶路撒冷守余月节 纪念耶和华 正月十四日 他们宰了余月节的羊羔 王指派各祭司的职务 又鼓励他们去做耶和华殿的事务 他又对那些教导以色列众人分别为圣 归耶和华的立位人说 你们要把圣约贵安放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儿子 所罗门建造的殿里 不必再用肩膀扛台 现在你们要服侍耶和华你们的神 服侍他的子民以色列 你们要按着家族和照着班次 根据以色列王大卫所写的 和他儿子所罗门所写的 自己好好预备 你们要按着你们的亲族 这平民的家族的班次 势力在圣索 每个班次中 要有几个立位家族的人 你们要在余月节的羊羔 洁净自己 为你们的亲族预备一切 遵守耶和华借摩西吩咐的话 于是 约西亚送出绵羊羔和山羊羔 共三万只 还有公牛三千头 给所有在场的人民做余月节的寄生 这些都取自王的财产 约西亚手下的众领袖 也自愿把寄生送给人民 祭司和立位仁 又有神殿的总管 希勒家 萨加利亚和爷些 也把羔羊二千六百只 和公牛三百头 送给祭司做余月节的寄生 立位仁的领袖 戈南亚和他的两个兄弟 士玛亚和拿坦叶 以及哈沙比亚 耶利和约萨拔 也把羊羔五千只 和公牛五百头 送给立位仁做余月节的寄生 这样 侍奉的职务安排好了以后 他们照着王的吩咐 祭司站在自己的岗位 立位仁也按着自己的班次示例 立位仁宰了余月节的羊羔 祭司从他们的手里 把血接过来 撒在坛上 立位仁剥了寄生的皮 把做梵祭的部分拿去 按着各家族的系别 分给众民 是他们可以照着摩西的书上 所写的奉献给耶和华 奉献公牛也是这样 他们按照规矩 用火烤于月节的羊羔 其他的圣物 用锅、用斧 或用尖盘煮熟 迅速地送给众民 然后他们才为自己 和祭司预备祭物 因为做祭司的亚伦的子孙 忙于献上繁祭和脂肪 直到晚上 立位仁才为自己 和祭司亚伦的子孙预备祭物 歌唱的亚萨的子孙 照着大卫 亚萨 西曼 和王的先见 耶度顿的吩咐 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守门的看守各门 不用离开自己的职务 因为他们的立位亲族 为他们预备了祭物 这样 当日一切侍奉耶和华的职务 都安排好了 就照着 约西亚王的吩咐 守于月节 和在耶和华的祭坛上 献上繁祭 当时 在场的以色列人 守于月节 又守除孝节七天 自从 在于月节 像 约西亚 祭司 立位人 由大众人 和在场的以色列人 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守的 这于月节 是约西亚在位第十八年守的 约西亚整理好圣殿的一切事以后 埃及王尼戈上来 帮助靠近佑法拉底河的加基米施 约西亚就出去阻挡他 尼戈差派使者来见约西亚说 尤大王啊 我和你有什么不对呢 我现在不是来攻击你 而是要攻击和我交战的那国家 并且神吩咐我要赶快 你不可干预神的事 免得他毁灭你 因为神和我同在 约西亚却不肯离开他 反而改了装要和他作战 不听从神借尼戈所说的话 于是他去到米吉多平原和尼戈交战 弓箭手射中了约西亚王 王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把我带走吧 因为我受了重伤 他的臣仆把他从战车上扶下来 放在他的第二辆战车上 把他送回耶路撒冷去 他跟着就死了 埋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 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众人 都为约西亚哀悼 耶利米为约西亚做了哀歌 所有歌唱的男女都唱哀歌 哀悼约西亚直到今日 甚至在以色列中成了定例 这歌记在哀歌书上 约西亚其余的事迹 和他按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 而行的善事 以及他一生的始末 都记在以色列和尤大列王记上 历代至下第三十六章 尤大帝的人民选了 约西亚的儿子约哈斯 立他在耶路撒冷接续他父亲做王 约哈斯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三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三个月 埃及王在耶路撒冷把他废了 又罚尤大帝缴纳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三十四公斤金子 后来埃及王立了约哈斯的兄弟 以利亚敬做王 统治尤大和耶路撒冷 又给他改名叫约亚敬 尼哥却把约亚敬的兄弟 约哈斯带到埃及去了 约亚敬登基的时候 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十一年 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恶的事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上来攻打他 用铜链锁住他 把他带到巴比伦去 尼布贾尼萨 又把耶和华殿里一部分的器皿 带回巴比伦 放在巴比伦他的神庙里 约亚敬 约亚敬其余的事迹和他所行可赠的事 以及他的遭遇 都记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 他的儿子 约亚敬接续他做王 约亚敬登基的时候是八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 共三个月零十天 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 过了年 尼布贾尼萨派人去把约亚敬 和耶和华殿里的珍贵的器皿 一起带到巴比伦来 他立了约亚敬的叔叔西底迦 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 西底迦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一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共十一年 他行耶和华他的神看为恶的事 耶利米先知奉耶和华的命令警戒他 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谦卑下来 尼布贾尼萨王曾经使他指着神起事 他还是背叛了尼布贾尼萨 他顽固执拗 不肯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此外 所有的祭司长和人民也都大大的得罪神 随从列国所行一切可赠的事 他们误会了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 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因为爱惜自己的子民和居所 就常常拆派使者警戒他们 他们却戏弄神的使者 藐视他的话 讥笑他的先知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 淋到他的子民身上 直到无法挽救 耶和华使迦勒底人的王上来攻打他们 在他们的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钉 少男和少女以及年老衰弱的 他们都不联席 耶和华把所有这些人都交在迦勒底王的手里 迦勒底王把神殿里所有的器皿 无论大小和耶和华殿里的财宝 以及王和众领袖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 迦勒底人烧了神的殿 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 用火烧了城里所有的宫殿 又毁坏了城里一切珍贵的器皿 脱离刀剑的人 迦勒底王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 做他和他的子孙的奴仆 直到波斯国兴起的时候 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 直到这地想满了安息 因为这地在荒凉的日子就想安息 直到满了七十年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所说的话 就感动波斯王古列的心 使他通告全国 并且下诏书说 波斯王古列这样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 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都可以上去 愿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 再接下来 这变成的灵状 这变成的难据 啊 这变成的必有种